最近接二连三的艺人,他房,让整个娱乐圈都处于一种警戒的状态,相当多的艺人纷纷开始清空自己和这些劣迹艺人之间的相关社交记录。 有的更是因为之前发布与劣迹艺人相关言论不当,而直接被官方封号,一时间艺人们都人心惶惶。 但要说整个娱乐圈内,谁最有关阔,那非得被誉为芒果台主持一哥的何炯了。 还记得去年何炯生日的时候,几乎大半个娱乐圈都表示了祝福,可见其人缘之强,人脉之广确实骇人听闻。 然而就在禁视,何炯的奇怪举动却引发了网友们的广泛关注,那就是他在一夜间将包括短视频在内的社交平台上的所有视频记录都给清空了。 本来对于何炯清空视频记录这件事大家觉得没有什么,毕竟何炯的朋友太多,其中难免会夹杂着劣迹艺人,视频太多一次性清空反倒是简单明了。 谁知,这件事却引发了某位圈内导演的注意,并通过社交平台开始曝光何炯的瓜。 近日,国内知名青年导演周国刚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则视频引发了网友的关注。 该视频直接以何炯的瓜大为标题,让众多看过该视频的网友纷纷点赞和热评。 周国刚在视频中表示,何炯清空社交平台视频记录的原因是因为他的瓜马上就要出来了,他旗下已经陆续注销了9家公司。 对于周国刚这位青年导演,大家应该比较陌生,因为此前他也就拍摄过《困兽小镇》、《刘胡兰》、《不良前任》三部作品而已,而且没在圈内引起半点水花。 网友们认识他还是因为华成宇与张碧晨爆出孩子那阵子,他爆出华成宇其实还有二胎的消息,结果被华成宇工作室给告了。 不过从那时起,也让周国刚名声大噪,成了曾热度的圈类娱乐八卦的爆料人之一,大家可以对标宋祖德和刘信达两位。 周国刚在自己的视频里面表示何炯一直以来和赵某威以及吴某凡之间的感情非常好,而且在接下来还和即将爆出来的47名瓜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视频出来后让很多网友各种吐槽,说要大半个娱乐圈,谁和何炯没关系呢? 因此虽然周国刚信誓旦旦的样子,可网友对其可信度却依旧保持着怀疑,而且何炯只是清空了社交平台的视频记录,一点动态都没有清理。 不过说起来何炯这些年爆出来的瓜确实也不少,这也让很多网友以及他的粉丝对其感官有所下降。 别的不说,在去年年尾的时候,关于何炯收礼这件事直接引爆全网,甚至殃及整个快乐家族成员身上。 而何炯收礼这件事情的起因,则是他自己的节目中曾经自己给爆料出来的。 这件事也让网友群情激愤,对着何炯更是各种口诛笔法。 后来网友才知道,这其实是经过恶意剪辑的。 当时何炯在劝收粉丝不要给自己送礼,没想到却传成了另外的故事。 不得不说,某些网友还真是唯恐天下不乱。 很多艺人早期的视频或者采访记录都曾经被恶意剪辑过。 一样事情经过剪辑之后马上变味,这也让艺人们苦不堪言。 最重要的是,这件事引发了官方的关注,直接将何炯给批评了一顿。 后来何炯本人更是连夜发微博向网友们道歉。 当然,在圈内这样送礼收礼的偶像其实有着不少, 这样的现象也确实应该得到重视,并且急于批评。 不过要说何炯最令人无语的事情,莫过于他的父亲被强制执行这件事情了。 今年4月7日,何炯父亲何炯因为未按时履行法律义务,被法院强制执行, 要求赔偿原告近40万元的赔款。 因为对于这个判决何炯的父亲何炯不服,所以没赔偿,最终被强制执行。 这件事情曝光之后,对何炯影响不小。 须知之前,周振南父亲同样被曝劳赖,结果对周振南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就连前段时间,周振南上快乐大本银的镜头,也因老赖之子被剪掉了。 知名作家刘信达甚至为此用这件事攻击何炯,并将其列为何炯的五大罪行之一。 不过想来何炯也不是给不起这40万,老赖之子并不能让网友信服。 周国刚的指责其实在很多网友看来更多的,还是想蹭热度而已。 就像刘信达、宋祖德以及汪海林等人经常碰瓷一些名人来提高自己的名气。 不过,他们口中大部分的爆料都属于莫须有,希望周国刚好自为之。 毕竟华成瑜已经将他起诉了一次,若再这样下去,估计他迟早会被封号处理。 另外,周国刚还爆料即将被爆出的47位寡主,每一个都与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周国刚导演虽然说得信誓旦旦,但也有部分情况并不属实,和信度存在可疑。 首先,何炯只清空自己社交账号中的视频动态,文爱动态并没有删除,只是设置半年可见罢了。 其次,娱乐圈本来就不大,与某微某番交情很深也很正常, 并不能因为现在这两位艺人犯错就把其他和他们交情深的朋友也一并看待。 最后,至于那47位寡主与何炯有没有关系,这还是一个未知数。 在一切都没有真相大白之前,谁都不敢肯定他们之间有必然的联系。 不过,何炯近段时间确实在事业上特别不顺利, 早在2020年尾的时候,他因为收取粉丝礼物而将热搜给爆了。 原因竟然是他自己在节目中主动交代,一时之间引来众多网友对其口诛笔法。 但仔细看过整场节目的观众都了解,当时何炯只是在劝说粉丝不要再给自己送礼物, 因为他真不需要。 可网络中流传的视频片段,却是被某些网络恶意剪辑制作的, 其中只把不好的一面放出来给不知情的网友观看, 而正确引导粉丝的部分却被丢弃, 这件事情让何炯演艺事业遭遇重创。 就连官方也发文批评这样的行为, 为此何炯在凌晨结束后立刻发声向大众诚恳道歉。 据媒体报道称,何炯的父亲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成为被告, 并且一审判决明表示, 必须在五天内返还何某的电付款40万元。 但对于这个结果,何炯的父亲并不满意, 因为迟迟未履行法律责任, 所以也因为这件事何炯的父亲变成了网友口中的老赖, 因此也让儿子何炯受到牵连。 那段时间接连不断地覆灭热搜, 让何炯身心疲惫, 导致他很少更新社交动态。 网友对何炯清空社交账号中的视频感到疑惑, 能够理解, 但有情人透露这只是为了响应情朗号召罢了, 并没有其他含义。 最后再聊一下周国刚导演, 他是谁? 相信很多网友都很陌生, 因为他虽然指导过几部电影, 但一般知名度都不高, 可经常关注娱乐八卦的网友对他却很熟悉, 他经常会在直播的时候爆料其他艺人, 近期最知名的事情, 莫属爆料, 化成与二胎的八卦。 但化成与这个瓜不熟, 最后反而还被化成与给起诉了, 为此他删除了那天八卦视频, 还停根的一段时间。 事情解释是在拍电影, 与此事无关, 至于他所说何炯的瓜会不会来, 现在还不能确定, 只有时间能够给我们答案。 请不吝点赞,